蔡政府堅持九月要發五倍券 還演你讓九百萬領過紓困的民眾 不用掏出一千元就可以直接拿五倍券 不過蔡也長炮轟了 民眾現在欠的是紓困不是振興 趙上康 陳輝文也直接建議 應該在排富之後 讓年收入60萬以下的人 都能夠領到三萬現金 中央拍板五倍券 九號就要上路 為了平息拿錢換卷的民怨 行政院演你 不用花一千元 就可以直接領五倍券的民眾 有望包含一百零九萬中低收入戶 甚至是九百萬領過紓困的民眾 但在黨炮轟現階段應該是先紓困 而不是搞振興 蔡政府該把現金拿出來 年所得六十萬以下 每個月薪水五萬以下 一個人發三萬嘛 紓困會要求發現金不是沒原因 光是台北市的極難救助金 兩年內就差很大 去年一整年才發了一千兩百萬 但是今年一到七月 竟然就發了1.6億 足足暴漲了十三倍之多 底層白信連吃飯都出問題 政府卻只發五千甚至四千元 根本就是杯水車薪 就極不就窮嘛 三季警戒兩個月給你四千塊 這等於是一個月兩千 你一天一個便當都買不起 在台北一天六十幾塊 你要買什麼便當 然後你一天只吃一餐嗎 蔡政府不只錢給得少 連食要紓困還是振興 都還搞不清楚狀況 現在多少人沒有飯吃 我們要的是救生圈 我們要的是紓困的即時雨 現在要大家振興是怎樣 大家的疫苗都還沒有辦法 打到安全的覆蓋率 難道現在叫大家通通出來逛夜市 吃飯 旅遊 群聚嗎 政府像是活在平行時空 到底要紓困還是振興 哪個才是當務之急 難道還要百姓解釋給政府聽嗎 記者林欣賞 許國豪 台北報導 好 不過這個民眾這樣講出來的話 政府真的有聽到嗎 不普發現金 到底為什麼政府不普發呢 你看得下去他們說的理由嗎 這行政院犯人羅秉承說 五倍券可以讓你貢獻一千元 貢獻 全民參與與市經濟 太難得 只顧著自己的 這個振興的業績嗎 現在呢 包括了民黨立委 蔡碧如意就說 人民要求發放的是屬於 我們自己全民掏腰包 付的納稅錢 我們自己付的錢 為什麼還要被刁難呢 好 蘇貞昌你個人的臉皮 有比數百萬人重要嗎 好 這一回其實 這個針對五倍券 外界都在炮轟 勞動部 教育部 經濟部 為了協助青年就業 也推出了所謂的 110年應屆畢業年青年 尋職津貼計畫 總統蔡英文說 政府該做的 是盡可能給大家更多的支持 幫大家減輕負擔 共同度過這段困難時期 不過來看的是呢 貼文底下出現了一頭拉股 所有的網友全部在蓋樓抱怨 你以為只有畢業生過得很苦嗎 現在全台灣的人民都很辛苦 大家都不好過好嗎 總統你知道嗎 全民紓困發五千現金才實在 而且五千可能都還不夠 發五萬才夠吧 還有人說直接發現金 才不會浪費 二十幾億大家辛辛苦苦的納稅錢好嗎 看起來明遠真的炸鍋 還有一切餐廳的